看多了漫展上搞笑潦草油辣眼睛的简易版cosplay 还是用最专业装备最齐全的cos洗洗眼睛吧 几乎能完美1比1还原的反浩克装甲 用纯特效化妆而成的毒液 以及高配版本的天气和魔星女 今天由于赞导的话题就是五个最专业的cosplay 一起来看看吧 反浩克装甲 反浩克装甲维洛尼亚登场于复联2中 是由钢铁侠和绿巨人共同设计的 为了抵御外星文明的入侵以及绿巨人狂暴后无法控制的破坏 所以这个以钢铁侠铠甲为造型 能单挑绿巨人的重装甲极为威风 一般情况是没有人cos他的 因为难度系数过大 但国外有一名专业的coser托马斯和他的团队 曾经花费66天 制作过1比1还原的反浩克装甲 这个装甲高2.7米 不仅外表有惊人的相似度 还有功能齐全的照明设备 因为体积庞大 得要三个人共同帮助才能穿上这件铠甲 不过当你在漫展上看到如此专业的coser服装 会不会以为是原版来客串了呢 自从汤老师的毒液在全球爆红后 就成了漫展上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不少人都购买了橡胶质地的毒液服装进行cos 最惊恐的头部也有橡胶头套进行加持 可怕的尖牙长车等细节也非常到位 十分接近原版 但这位coser则比其他单纯依靠服装模仿的更加专业 他全都是基于特效化妆 包括身体上的颜料和嘴部的可怕造型 都是他用专业的颜料以及道具仿造出来的 而且看着他恐怖的样子 我倒是感觉比普通的coser服装更呆感呀 天启 作为漫威的超级反派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变种人 天启的形象极为夸张 在电影中都是依靠特效完成的 而在一次漫展中 有位coser请特效化妆和简易台甲还原出了天启 虽然没有电影中那么精美 但绝对算是高费版本 重点还抓住了天启最标致的蓝色皮肤 恶狠狠的表情等细节 用特效化妆也算是完美的一比一还原了 变形女 X战景中的变形女拥有模仿一切人物的能力 包括外形和声音 在她不变形时 全身是蓝色 头发是红色 在变形的过程中 皮肤会以鳞片状更新形象 国外一位coser就将自己cos成了模型女 变身是一半蓝色 一半军装的造型 她用特制的蓝色服装和军装进行融合 在交界处还用闪片进行处理装饰 发色和铜色等细节部分 也用红色假发和夸装的美瞳进行卫装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真实 不得不说 这个coser的模型女形象非常成功啊 几乎可以一架乱真了 绿巨人 cos绿巨人的精髓 其实就在于舍得对服装投入多少了 如果舍得投入 那模仿的就会非常逼真 不然绿巨人就会变成绿皮人 同时成为漫展中最吸睛的搞笑风景 而这位coser的逼真之处就在于 不仅把绿巨人的肌肉块 铠甲武器等用道具模仿非常到位 连浩克表情都画得非常逼真 几乎就像板纳钢变身一样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